今天财经快报 中国同业的第三架马车要来了 近日 据外媒消息 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公司谈判 已出售其在赞比亚同矿的股份 欧盟就财政规则改革达成协议 据当地时间2月10日 经过16个小时的谈判 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欧盟财政规则改革达成协议 该协议旨在控制支出 降低债务比率和赤字 吹响AIPC号角 微软在Windows中不断增加Copilot含量 近几个月来 微软逐渐在Windows11中添加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功能 包括最重磅的Copilot集成 微软希望2024年成为AIPC之年 突发 穆迪宣布下调以色列信用评级 穆迪又有新动作 最新消息显示 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穆迪已将以色列主权信用评级从A1下调至A2 前景展望为负面 意味着信用评级可能会继续下降 附警中国第六次地表 仲菜上市屡败屡战 仲菜情节助威下 附警中国又开启了上市之路 2024年一时 附警中国六次香港交所地表申请主板IPO 均付融资有限公司为其独家保健人 Chemina VS GPT-4 当前两大顶级AI模型实测 Chemina的发布 表明谷歌真正加入了人工智能竞赛 这是自Chad GPT发布以来 第一次有另一家公司的大模型 可以与最先进的模型相媲美 多国政要 国际人士为中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 龙年新春之际 多国政要 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 以及友好人士向中国人民送上了新春祝福 老挝总理宋在西潘敦 在2024年中国龙年春节到来之际 祝中国人民身体健康 1972年以来最猛连长 标普已突破5000点 谁会终结美股 标普大盘创下最快突破1000点整数位的记录 且录得1972年以来最佳连长记录 市盈率已接近上一轮牛市顶峰水平 一些踏空的投资者相信回撤是早晚的事情 目的下调以色列主权信用评级 耶路撒冷2月9日电国际评级机构 目的投资者服务公司9日宣布 将以色列主权信用评级从A1下调至A2 前景展望为负面 盖茨写福字送龙年祝福第一次写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2月10日大年初一比尔盖茨发布自己写福字的为中国朋友送来龙年祝福 在简介中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写福字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SpaceX龙飞船X-34名宇航员返回地球完成近22天任务 IT之家2月10日消息 据NASA官方消息 SpaceX龙飞船于2月9日21时30分在佛罗里达州戴托纳海滩附近见落 英伟达据悉成立新部门专注于定制芯片设计 知情人士称英伟达正在建立一个新部门 专注于卫云计算公司和其他公司设计芯片 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处理器 知情人士称在这些公司开发针对自己特定需求的内部芯片时 诺和诺德与两家销售山寨版Othom Peak的美国机构达成和解 诺和诺德2月9日表示 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的一家诊所和迈阿密的一家水疗中心达成和解 诺和诺德指控这两家机构存在虚假广告宣传 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网络巨头斯科据悉拟财员数千人专注于高增长领域 2月9日消息 知情人士称网络巨头斯科计划重组业务已专注于高增长领域 措施包括财员数千人 据悉 斯科最早可能在下周宣布裁员消息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将注册的签至美国内华达州 2月9日消息 美国特拉华州和内华达州的商业门户网站显示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已将注册的从特拉华州签至内华达州 巴基斯坦大选 纳瓦兹谢里夫和伊姆兰汉都宣布胜选 新京报讯当地时间2月8日 巴基斯坦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 据多家媒体报道 初步结果显示和前总理伊姆兰汉有关的候选人累计获得最多一席 爱马斯今年至少涨价8% 去年净利增28% 每位员工奖金4000欧元 奢侈品遇冷的2023年 爱马斯营收 净利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2月9日 法国奢侈品集团爱马斯发布2023年业绩报告称 2023年爱马斯营收134.27亿欧元 库克发博赫中国新年 2月10日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微博发布一段由iPhone拍摄的 祝网友们新年快乐 他又来拜年了 除夕 布林肯又拜年 龙代表力量与韧性 愿新年带来幸福健康和繁荣 2月9日农历除夕 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 国务卿部林肯关于农历新年的新闻公报 北京足协目前没有举办梅西相关比赛的计划 北京日报客户端圈威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 发布关于梅西来京比赛的声明 内容如下 近期许多球迷和网民朋友询问梅西来京比赛信息 美国国务卿会见希腊外长 启动第五轮美西战略对话 当地时间9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华盛顿会见了 希腊外交部长乔治耶拉比德里蒂斯 启动第五轮美西战略对话 双方就两国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港交所提前换帅 陈奕婷将于3月1日接任港交所CEO 2月9日 港交所公告称 鉴于欧冠生决定加快管理层的接班进程 香港交易所董事会确认任命陈奕婷为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 自2024年3月1日起生效 会是周平 美指回吐涨幅即将面临重大逆风 下周关注这些 汇通财经APP讯 周五 美元指数持平 略有下跌 结束了一周的上涨 但回吐了大部分涨幅 在受到加拿大失业率好于预期带来的短暂涨幅后 加元小幅回落 美国总统拜登被指记忆利差 白宫猛烈回击特别检察官 中国新闻网2月10日电综合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9日 美国白宫对特别检察官此前一天发布的有关美国总统拜登记忆力不佳的报告进行了猛烈抨击 马斯克将用X取代移动通信 埃隆马斯克在X上发文称 几个月后我将注销自己的电话号码 只使用X收发信息 接打音频和电话 减重抗抑郁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GLP-医疗法为什么能够无所不能 近期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类药物在医学领域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最初 这些药物因在治疗糖尿病和肥胖方面的显著疗效而备赞誉 而最新的研究数据表明 CBOT持仓 市场继续消化供需报告 基金增加美豆美玉米进空头 汇通财经Apps 美国玉米和大豆期货周五徘徊在三年低点附近 因南美农作物天气好转且预测供应充足 但周末前的空头回补限制了跌幅 木头杰旗下方舟基金简持Shopify 据最新交易数据显示 木头杰凯西伍德旗下方舟投资管理公司卖出了21万386股Shopify的股票 贝索斯抛售亚马逊股票套现20.4亿美元 SEC文件显示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出售了1200万股亚马逊股票 价值20.4亿美元 这是贝索斯自2021年以来首次出售亚马逊股票 此次交易将其直接持有的股份减少制约9